沒錯 又到了新的一年啊 2021年 對 那大家新的一年有什麼新的願望呢? 在日本呢 每到新的一年啊 明末年始呢 就非常流行就是販售這個福袋 那今年呢 也有買的就是這個不能錯過的 Mr. Donuts 福袋 為什麼我覺得它非常的划算呢? 因為它其實呢 就是涵蓋了食品 而且你又知道它內容物有什麼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就是它的造型是我最喜歡的Pokemon 就是有皮卡丘在上面 所以我們就來開箱一下呢 今年Mr. Donuts 2021 年推出的福袋 裡面有些什麼樣的東西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Nick 歡迎收看今天的Nick Snaps 這是一個分享日本旅遊生活的頻道 還沒有訂閱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每週的精彩影片喔 那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呢 我把這個Mr. Donuts 福袋帶回來了 登登 沒錯 可以看到呢 今年的造型呢 非常的不一樣 皮卡丘呢 居然比幾滴蛋還不顯眼 就是被壓在下面 就是以幾滴蛋為主角 對 它的正面跟背面呢 圖案是 有點不一樣喔 除了皮卡丘跟幾滴蛋之外呢 這個玉三家呢 是第一代的玉三家 而背面呢 則是最新一代的玉三家 就是幻人 但是我發現它的那個屬性啊 就是潮系 火系跟水系 對應的位置是一模一樣的 今天早上呢 就把這個福袋帶回來了 其實日本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今年的福袋呢 大部分都是 預約制或是抽選制 甚至有些就是線上販賣 你不用到現場 它就會直接寄到你家 那有些就比較狠一點 就是乾脆直接不賣福袋了 那今年Mr. Donuts 的福袋 其實 一樣還是跟Pokemon合作 那一樣它有附那個 就是可以換甜甜圈的券 那總共有三個價位 含稅價的話就是日幣 1100、2200到3300 有三種價位 不同價位的話呢 就會有附上就是10個甜甜圈 20個跟30個可以做兌換 那這些跟去年都一模一樣 比較不一樣呢 就是它整個周邊商品的整個有換新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年有什麼樣的東西在裡面吧 那我這次買的福袋呢 是最高等級的 就是日幣3300 那我這次是有些預約 然後我今天到現場領的時候 現場販賣的話呢 其實3300就已經賣完了 只剩下2000跟1000日幣的款式 那價位不同的話 除了甜甜圈的數量不一樣呢 裡面裝的就是周邊商品呢 隨著這個價位越高呢 附贈的周邊商品就是越齊全 那我們來看一下3300呢 等於就是所有這次推出的周邊都在裡面 那我們看一下裡面有些什麼樣的東西吧 天場這紙盒簡直就是 鞋盒 有一種就是買球鞋開心鞋子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它整個裡面就非常的輕喔 沒有到特別的重 那第一個我們來看的就是呢 每年都會有附贈的這個 每年都有這個月曆 其實月曆我自己覺得是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最實用的 因為它比較有 比較好的地方是 就是它把所有的就是時間 呃月份啊就是它的格子很大 所以那天你要做什麼就寫上去 我覺得都蠻方便的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呢 它這是一個夾鏈袋 喔它這邊有特別寫啊 我會錯意的 它這個夾鏈袋不是給你放食物的 就是可能放一些文具啊 或一些有包裝過的東西 對 那下一個呢 其實我覺得也蠻實用的就是 有點像是環保袋啦 它其實每一樣的產品 除了剛剛的月曆啊 它其實周邊商品就是會有兩個圖案 所以會隨機放在裡面 對 所以有點要碰運氣 就不一定會拿到你喜歡的圖案 但是基本上圖案都還蠻可愛的 為什麼我說這購物袋還不錯呢 因為其實日本在就是2020年開始就是 提供這個購物袋 那大家就是疫情緩和之後 有機會來日本玩的時候呢 盡量還是自己帶袋子啊 不然就是你就是每次都要花個5塊10塊買個袋子這樣子 那下一個呢有點像是一個小小的這種很像文具袋 或是化妝袋這樣子 但是它有兩個顏色啊 就是有咖啡色跟粉紅色 就是運氣不好 因為我比較想要咖啡色的 就是這是粉紅色的 所以我應該不會用吧 如果想要的朋友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直接直接送給你 這是粉紅色的 這是有拉鍊的一個就是Porge這樣子 那下一個的話呢 這個好像去年也有耶 就是一個紙膠袋這樣 紙膠袋呢就是也蠻方便的啦 因為其實像我在外面租房子 牆壁上比較不能夠就是隨便訂東西或貼東西的話 有個紙膠袋的話就是可以 要是有什麼memo可以直接放上去 我自己是覺得蠻實用的 最後面呢就是重點啦 重點就是這個小手帳 這小手帳呢就是 只有三千塊的福袋裡面才有的這個小手帳 那其實說真的啦 現代人就是大部分都是用手機在記事情啦 所以可能也用不太到也說不定 那我自己的話就除了手機記事情之外呢 就是假如安排一些長期計畫呢 其實有一個就是可以隨手翻的一個記事本 有一個手帳呢其實是蠻方便的 因為它其實裡面除了就是 日期之外呢其實有一些可以memo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這個size這個尺寸呢還蠻方便的 就是蠻適合就是可以戴在身邊 要翻啊要寫東西都還ok 然後它除了就是 除了就是有 每個月的也有每週的 然後有一些memo的地方 我會習慣利用這種手帳去安排每個禮拜 想要拍什麼影片或者是傳什麼影片 對就是有一本可以隨時看得到的會比較方便一點 欸沒有了嗎 對就是六樣週邊商品呢就是這一次啦 2020年的Mr. Donuts福袋所付的週邊商品這樣 那大家可能覺得日幣3300買這些東西 好像也不是全部都是你要的 但其實最重要的其實是 它主要是要賣它的甜甜圈嘛 所以其實3300日幣這個價位呢 它有付30個甜甜圈的兌換 那它這次是把它拆成兩張就是 1515對 那它可以換就是日幣不含稅 160日幣以下價位的甜甜圈 然後可以到這個5月底都可以換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日幣3300除以30的話 一個甜甜圈日幣才110 那你可以換到日幣160價位的甜甜圈 所以這就是福袋為什麼物超所值的原因 那以上呢就是今年 日本Mr. Donuts所推出的福袋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其實Mr. Donuts的福袋呢 至今就是已經Pokemon的話 已經是這是第三年了 不曉得明年還有沒有 那買福袋呢 其實就是有一點碰運氣啦 不過我覺得像這個的話 就只有顏色跟款式有一點不一樣 那它造型跟圖案也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比較不容易踩到雷 那其實日本現在福袋越來越多元化啊 所以其實有些就是可以不用碰運氣 大部分食物類的商品呢 它都是可能有跟一些聯名款合作 然後它已經會附上就是 會寫出它有哪些東西在裡面 其實我自己覺得說 年末年史呢 就是假如想要討個激勵 或討個划算的話呢 不妨呢在日本買個福袋 沾沾福氣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讚 訂閱頻道才不會錯過每週的精彩影片喔 那我是Nick 我們下次見 訂閱 按讚 按讚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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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